风中的洪景天 讲述了怎样的汉藏情缘 他的生活特别的简单 他的世界就是特别的美好 在这部电影的背后 又会有什么样的故事 脸直接就发青了 嘴巴也是紫的 高原洪景天 歌影双漆望着措 稍后为您讲述 聚焦高原文化关注藏区热点 欢迎收看高原零距离 我是主持人普珍 在这期节目当中 我们请到的嘉宾是 演员 歌手望着措 望着措你好 主持人你好 就在前不久呢 望着措担任主演的电影 风中的洪景天 刚刚杀青 那可能在不久之后 我们就会见到这部电影了 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风中的洪景天 讲述了原藏医生林雪峰 十年之后再回西藏 与初恋女孩格桑梅朵 再次相遇相知的动人故事 徒生徒长的藏作演员望着措 驾驭起格桑梅朵这一角色 自然是驾亲就熟 他在剧中饰演的格桑梅朵 开朗活泼 热情率真 与林雪峰一起冲破 文化隔阂和种种障碍 解开上一代恩怨情仇的同时 也找回了当年纯真记忆 最终成就了一段 汉藏青年心心相应的格桑花之恋 你是怎么会是因为什么样的机缘 投入到这样的一个主演的抉择当中 是就是我们这部戏的导演是 之前我们有过合作 以前有拍一部叫做《猫牛索叶》的电视剧 然后他在那个里面是监制 所以间接性其实也是有合作的 然后我们之后拍的那些东西 他也有看过 所以他可能是觉得 《猫牛索叶》里面的那个金宗那个角色 和《红景天》里面 格桑梅朵这个角色 他其实他们两个之间是有一点点相似的地方 他们都是比较活泼开朗 然后敢爱敢恨这样的一个人物性格 然后他可能觉得 我来演这个角色的话 可能会比较适合一点的 《风中的红景天》里这个角色叫格桑梅朵 对 格桑梅朵 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扮演这个角色的感受 或者说你对这个角色的理解 格桑梅朵这个角色 我其实自己我特别的喜欢 因为他的生活特别的简单 他的世界就是特别的美好 尽管可能是他 他有遇到很多的挫折 或者是在他的人生当中 又因为一起车祸 然后失去了父母 然后自己又失忆 就算是13年以后 他再一次唤醒了 因为林雪峰来找他 然后中间有很多的故事 然后他唤醒了他的记忆 但是他还是没有说是 因为以前的恩怨 前一辈的恩怨 然后或去埋怨 或者是有仇恨 他都没有 他还是选择了用一种 美好的一种生活方式 去继续的继续过他的日子 所以我觉得在他身上 有很多地方是值得 值得我自己去学习的 因为现在 现在我们的社会也好 我们的这种生活环境也好 可能很多人都是有一些压力 或者是这些东西 所以整个人很多时候 都是浮躁的 所以对于他来说 就是很简单 他的生活就是很简单 很美好 他不会去想太多的东西 所以我自己特别喜欢 格森梅斗这个角色 这是一个原葬题材的电影 你在生活当中 有接触过原葬的人物吗 我之前自己没有接触过 因为我很小也出去上学了 但是我这次就是 通过我们导演跟我讲 我们这个剧本的原创编剧是 就是莱志喀泽原葬的 一位原葬干部叫做梁辉 然后他就是来这边 已经原葬了很多年 然后他跟我讲 当时那个梁辉就跟他说 对于他们原葬的人员来说 来到西藏 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件 特别困难的事情 然后家人啊小孩啊都在内地 然后一年只能回去三个月 就是冬天的那一段 气候特别不好的一段时间 他们才可以回去 然后我觉得当时导演跟我说 他说他之前来的时候 他们的领导跟他说 就是不会对他有任何 其他过多的要求 就是告诉他一定要保重好身体 我这个特别理解 因为我们拍戏的时候 也是因为我自己本身 就是在高原长大的孩子 蛮青海的 所以我自己可能不会有特别大的反应 但是我们的化妆啊 服装啊这些 我们就是翻过那个杨州庸湖的时候 那个之前他特别开心 拿着那个自拍杆 然后就在那边拍照啊 特别开心 下了湖以后 脸直接就发青了 嘴巴也是紫的 然后他说头就像要爆炸了一样 特别难受 所以我觉得 对于他们来说 真的是从一个海拔那么低的地方 到高原这么高的一个地方 真的对于他们来说 从身体上或者是和家人要分开 从心理上都是一种挑战 嗯 然后嗯 然后我也觉得 我自己特别的骄傲 因为我觉得嗯 我们藏族人生活在一个海拔这么高的地方 嗯 气候确实是 气候真的是不好 嗯 但是我们依然保持着这一份纯洁 嗯 然后美好 以至于让很多内地 就是繁华城市的人 都会很向往我们这种很美好的地方 嗯 所以我自己就是很欣慰 我是一个藏族人 特别的骄傲 在《风中的红景天》这部电影当中 有没有一些让你特别难忘 印象深刻 可能是很难进入状态 或说很有趣之类的故事 跟我们分享 因为那段时间 因为基本都是 我和那个林学峰的戏嘛 也很累 然后有一场戏就是 有一天我们两个没事情做了 就是今天没有工作 我要带他去一个地方 去带他帮忙找那个格桑梅朵 他不知道我是格桑梅朵 嗯 然后他躺在床上 然后我说 哎呀你快点快点 你怎么这么慢 今天没戏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然后全场就笑了 就说 而且你已经分不清一时戏 中戏外 今天没事嘛 因为我发自内心的觉得 今天没事了 但是对于我来说 今天没事就是没戏 嗯 然后今天没戏 特别 演员歌手 那我们再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他的成长历程 然后再次演员歌手